今天要來跟大家一起討論一個議題 就是台灣的房價為什麼跌很慢 就是我從一個論壇上面看到他正在討論 然後就把它截取一些網友的對話 然後我們來一起來看看 這邊就是來看一下這個政商關係圖 這個呢最上面這個就是政府 政客 政客是誰選出來的 是人民選出來的 是我們這些廣大的人民選出來 廣大的人民 我們人民選出了一個政府之後呢 政府成立了國家機器 國家機器成立了銀行啊這些政府土資 提供了一些資金的來源 給一些商人 有商人 才能夠幫我們建房子賣東西製造物品 然後我們今天要特別來看這個是建商的部分 建商是從銀行這邊 貸款 他就有資金就可以來建房子 建了房子之後呢 就可以賣房子給我們這些廣大的上班族 就是我們這些人民 那現在的問題就是房價實在太高了 那問題有很多 第一個就是 人民實在太多了 第二個是建商烘台售價 第三個呢政府裡面有能力去控管這個房子 所以就變成是說 房價越來越高 政府也不能為力 因為他如果要打房貸的話 就會打到銀行 就會打到這些商人 然後就會打到這些人民 但是他如果不去打的話 這些房價又高漲 所以人民直接受害 所以就是一個循環 可能到之後就是人民就要再推翻政府 銀行倒個方之後 所有貨幣貶值 這時候又 房價才會再跌下來 然後又重新開始的循環 這個網友的他的問題就是說 每天的房子都不斷的在蓋 一直增加 少子化也越來越嚴重 但是他就覺得房價怎麼還是跌很慢 理論三應該供區失衡啊 怎麼會這個樣子呢 怎麼會這個樣子呢 是房價所得比 rate of house price to income 房價所得比就是 政府每年都會統計 從那個 實價登陸網取得 台灣的中位數的房子 住宅的總價 售價不含車位的 總價除以每戶家庭年收入 這個比 當這個比值越高呢 就代表越不好 那我們來看看台灣 台灣在去年的時候 中位數大概是88萬 每戶就是每個家庭 88萬 然後平均的 大約是住宅的總價 中位數大概是680萬 這樣子一比呢 就是大概是7.72倍 算是 中高等級 但是我們 也不用難過 那看看 還有更高的 7.72大概是台南市 那實際上呢 台北市是高達15倍 也就是說 台北市 要收入15倍 年收入15倍 15年 也就是說15年才買的啟動房子 但15年之後 那物價通膨更大 所以搞不好15年之後 會更高 更買不起房子 呵呵 所以這是一個吊詭之處 那全台灣的話 台北市 這個 新北市是第二 12倍 12.61倍 台中這些 桃園這些都還有 9倍 8倍 就是說 8倍就是說你大概工作個8年 不吃不喝8年的收得 要給去個8年才可以去買一棟房子 當然這些是有點 誇張啦 就是說其實我們 都知道買房子其實不用全部 全部 現金準備好 可以用房貸 大概8成 6成都可以 所以 這個指數只是一個參卡 就是說如果你沒有房貸的話 你需要幾年才買得起一個房子 台灣家庭收入的重要現象 台灣主要繳稅的人 平均的收入是在55萬 大概佔整體 的40% 年收入小於100萬的家庭 台灣有380萬戶 也就是說 有380萬戶的家庭 非常的多 非常的多 但大部分 佔大多數 還是收入小於 100萬 大概有500萬戶吧 那這邊就有一個網友就說啦 新屋年年長不誇張 前一兩年呢 他們這 住在那裡的一隻頭的還有很多選擇 一隻 那但是今年呢 一隻就剩沒幾個建 還有很多行物設施 房子年年長 身邊還有 有些 買房子的要待30年才買得起 那二手老屋 比較少人要 偏僻的郊運房子 郊區房子也比較少人 長不多 但是人人都想住 重劃區的新房 或者是寫 或者是新建案 誰要去住郊區跟舊房 舊市區的房子 對不對 所以新房年年長不誇張 這是指的是說 是那些新建案 或者是在市區的那些新房子 或者是交通地段超好的一個房子 那對於那些 郊區或是 交通設置不方便的地區 農村 或是鄉下 房價不會漲 漲都是那些都市的部分 房貸利率呢 我們來看看 台灣的房貸利率其實非常低 大概都在2%以下吧 所以 跟美國比起來的話 美國是大概都是在4%到5% 5%以下 所以其實台灣的綠率算是 一半 一半而已 比美國第一半 再來看這個 為什麼房價一直跌 大家都沒有感覺呢 這是政府說的 房價一直跌 目前官方統計降了10%左右 目前官方統計降了10%左右 高資產族群呢 他們比較偏好大坪數或型無 降了25% 那一般民眾 是需要小坪數 低總價 中股 或者是中 不是全新是中股 有降5% 但其實沒有降多少 因為他們平均值 平均值起來的話也是10%左右 所以其實 房價一直降對小老百姓來說是沒有什麼差別的 那我們這邊來看一個網友說的 他說建商當然不會傻傻的拿自己的錢出來 買房子 買土地蓋房子 一切都是拿別人的土地 抵押融資 低利貸款 做無本生意 我們剛才有說過台灣的 房貸率率是超低 這是對個人 如果是對 大公司一定更低 2%以下 所以他們都是拿別人的土地 或者是 拿公司的股票去抵押融資 低利貸款 做無本生意 如果房子建好了 賣不出去呢 可能有人會做假人頭 做假交易 但這個我們知道 這個是不合法 我們就不要講 那 如果今天建商倒了 我們第一張 都沒有講過 建商如果倒了 銀行會損失很殘重 因為建商都跟銀行貸款 那如果銀行倒了 也影響到國家 國家財政 如果 就垮了 那整個 整個政府就垮了 那人民就更慘 通貨膨脹 等等的 一大堆一大堆 那我們其實台灣還好 台灣的政府對銀行有 控管 比如說金管會 如果有一家 現在已經不像四幾年 有那種銀行被掏空的 現在大部分都是小零星的事件 比如說 行員 行員 到領客戶存款 那種 之前有 台灣的銀行很多都是被掏空 但現在 已經很少聽到 因為現在台灣銀行的金管會很嚴 所以台灣的銀行如果 有問題政府都會出來補救 當然是拿納費錢來補救啦 之前不是很多case都是這樣嗎 另外一個網友在討論 他說 小弟早在20年前關注這個議題 雖然當時沒有少子化的議題 但是歷經種種景氣劣勢 還有空污率的問題 一直期待房市崩盤 為了 到2019年 不僅沒崩盤 隨著少子化來領 所以各種打房政策實施 薪資物價上漲 能追不上 房價上漲的速度 為什麼 這是一個網友的問題 普羅大眾的問題 就是大家的問題 那我們 他剛才這邊有提到就是說 20年來呢 開始期待 房市崩盤 那我們來看看20年來 最近 發生什麼事 我們來看看1992年的時候 九二共識 就是國共 養黨在交流的時候 九二共識出來 這時候呢可能就是因為 台灣跟中國交流頻繁 所以經濟突飛猛漲 但是到了民選總統這一年 1996年的時候 開始往下 飛彈危機 九二一大地震 這都是天災啊 往下 那一直到什麼時候呢 到了2003年 薩斯爆發 所以這時候 到了谷底 谷底之後呢 然後又翻身了 那現在 又往下 最近就是持平 大概是 買賣轉移建數就是持平 就是說房市樂不樂樂就是看那個指標 是在SARS的時候最固定 九二一大地震的時候慢慢往下 這樣子 最好的時機是那個 民選 1996年之前 民選總統以前 剛才那位網友提到 少子化的印象 就是說 現在18歲以前的年輕人 等到他們3至10歲以後 才會有印象 也就是說 現在少子化的印象 並沒有印象到房市 台灣還有2300多萬人 可能要到2032年 到2025年的時候 那個時候大概人口 會慢慢 因為少子化才會慢慢發酵 才會減少 大概是1700到1800 但是 可能預估而已 全世界人口都在減少 因為這很簡單嘛 這很像簡單的道理 就是說你 現在養一個小孩 這麼的鬼 要教育 要買吃 要什麼東西都要錢 所以你養越多小孩的話 那不是花費越多嗎 對不對 所以小孩越來越少 其實趨勢 因為未來養小孩的費用越來越高 誰會生一大堆 生一大堆 根本就沒錢養了 所以少子化是目前的趨勢 台灣可能在三四十年之後 少於兩千萬人 因為兩個 一男一女才可以生一個小孩的話 這不是 比例會越來越低嗎 兩千萬 有一些人死 有一些人出生 如果出生的人 比不上死亡的速度 人口就越來越減少 聽說日本到20 100年以後 80年以後 人口就會只剩三千萬 台灣會更少 一千千 欸 台灣 不知道可能 會更少就對了 這個少子化的議題 因為現在少子化 的因素呢 新政還沒有 還在成長 大部分都是70年次以上人在買房 所以 只要等少子化 來換那個房價崩盤 必須要慢慢等 還沒有那麼嚴重 大概還要等那些 現在少子化的小孩 小孩子長大才可以 那我們來看看這個出生 出生率 台灣的出生率 出生人數 我們看2017年的時候 每年出生的人數 大概是20萬人 但是可以看看之前 之前 2015 也是差不多 20萬 其實其實出生人數 並沒有大幅度的減少 是很自然的變化 出生率大概是 8到9%左右 男性多於女性 這樣 每年大概有10萬人 男生出生 10萬個女生 出生 加起來大概 約20萬人 每年大概20萬人出生 這樣 其實少子化的因素 並不 這樣看起來 少子化 出生率並沒有 因此大幅下跌 所以那為什麼是什麼都印象 其實就是說 台灣出生的人數 並沒有 大幅減少 所以少子化其實大家 過分擔心 其實並沒有那麼嚴重 這邊有個網友就提到 首先呢 價格便宜的房子 還是有的 只是沒有人願意買 大家都希望住 生活機能家的地段 所以這有些地段有基本的支撐 再者 台灣 貧富差距越來越大 有錢人 擁有好幾間房 房子是常態 一人擁有多間 房子 房子這段沒有工具失衡的問題 因為只要有錢 就可以一直買下去 的確 台灣貧富差距越來越大 有錢人 就可以買好幾個房 那沒錢的人 永遠都沒錢 你可不可以買不起 房子呢 一方面也叫保值 不住也可以出租 那台灣的借款 貸款利息也不會很高 我們知道 剛才房貸是2%左右 那信貸大概5%到10%左右 都是很低的 所以呢 有房子的人 除非急需用錢 否則誰願意低價買出呢 對不對 所以 房價跌不下來 也有可能是這個原因 就是 屋主 不願意低價出售 他認為房子應該讓他保值 所以 反而房價很難跌下去 這也是一個 我們現在來看另外一個 user 他的討論 他說他的親戚是建商 在竹北蓋高級 偷田出賣給 竹科上班的人 他自己設計 自己蓋自己賣 所有錢都是從 銀行貸款來的 然後呢 這個建商呢 蓋了兩棟 賣掉之後呢 就賺了一棟的錢 所以毛利率高達 50% 然後這次算暴利 這樣子 這是一個user 在討論群中說的 所以蓋房子其實是暴利 那問題是 暴利賣不出去 有什麼用 那如果賣出去就會是暴利 來看一下右邊這張圖 就是說 剛剛我們說個房價所得比 正常是3到6倍 我們剛剛也知道台灣大概都是 連桃園都要8倍 8到9倍 台北市是接近15倍 新北市12倍 全國平均9倍 都是超高的 已經超過 超過那個 正常的3到6倍超過2倍 太多了 所以 台灣人很可憐 買不起房子 就只能住房子 五張五顆瓜 那我們也無能為力 因為這全部都是一個實務 政府 建商 銀行 如果 政府要打房 就得罪了建商 就得罪了 銀行 那如果 不打房 人民 廣大人民就買不起房子 兩邊都得罪了 這也是 我們來看 我們來看 其實也不用太悲觀了 非六都市區 九二億後的中古大樓套房 應該還是買得起 如果到退休是連 這種 房子都買不起 就不能怪政府 就表示他自己不努力 他看現在年輕人羊蟲 或玩手機 或星巴克就會滿足 所以還想要養小孩來坑 雖然現在環境被嚴重扭曲 但需求消失是真的 他勸大家說 不要太貪心打中冷蔥胖子 工作穿錢吧 頂多就買個小套房租 這樣 那我們來看看下面 這是新北市 的地圖 中和區 他可以分為很多區域 在這個圈圈 圈圈裡面就是比較高房價 他說 他懷疑建商草房 建商草房就是他們 跟銀行弟弟貸款 然後 建了房子 然後 賣給民眾 但是價格是很高的 按照一般 就是說賣比較便宜 所以一般 小老百姓要購物就很難 買的嘛 這些建商他都想要 賣的高價 賺比較多 那一般小老百姓 買了房子之後呢 他也想要保值 不願意低價脫手 那大家都這樣子 還了房價怎麼掉下來呢 然後 也就是說 當一間房住了20年 中古還能賣 跟當初買的時候 一樣的價錢 其實這個就是一種病態 這是一個user的 那我們再來看另外一個 user留言 他說建商根本就不怕沒人買 你進去之後就說 我們都快賣光了 剩最後幾戶 所以你要買價格 絕對是超 就是要快 一定是接近總價 的九成這樣 沒有打折的 這是建商的話術 所以如果你是一般誠實的小老百姓 你就被騙 也許搞不好出售率不到五成 他就跟你講說快賣完了 那我們來看一個 20年前的房子呢 大約 現在多半價格是當初買的 2至3倍 7到8倍的也不在少數 就算有降了 之前開1500萬 現在也還是在1180萬左右 所以其實房子很難 大幅度的降下 反而是翻倍的非常的多 我們來看一下雙北平均的房價 台北市平均房價大概是2,071萬 就是說你沒有2千萬 你在台北市是買不起房子的 在新北市大概折半吧 1190萬 但是大家知道嗎 一個人 台灣 廣大的 40%的人 大概都是 月薪 3到5萬 平均所得 年所 年所得才55萬以下 平均月薪可能大部分都是3萬塊以下 所以你根本就買不起一個 幾千萬的房子吧 融資跟貸款 如果你知道 土地融資跟餘額貸款是什麼東西 就會恍人大悟 它這邊是說建商 建商呢 它可以跟銀行 用土地來融資 比如說它先買的 它房子賣不出去對不對 假設 那就可以把這個房子 或土地 跟銀行貸款 跟銀行貸款全借它之後呢 它就可以建更多房子 然後慢慢的賣 因為利率很低 那如果房子賣不出去 建好之後房子賣不去 它就可以拿這些房子去跟銀行貸款 所以 只要它跟銀行貸了第一筆之後 之後就一直貸一直貸貸 累積著貸 原物料 就是說土地跟房子 都可以跟銀行 貸款換現金 它根本不用擔心 沒錢 比較擔心的是銀行 因為銀行一直借錢給建商 那萬一建商倒了 它這些房子全部都變法拍戶 那最該發抖的其實就是銀行 那銀行就是財團嘛 財團的口袋非常深 都沒在爬的 估計 他們只怕自然災害而已 他們寧願放著 變空屋 也不願意跌價 那大家可以去台中七起看就知道了 有亮燈的豪材就那幾間 一堆新建案還持續的在蓋 人口也沒有台北這麼多 但是房價卻高到下 所以這些財團跟建商就算倒閉嘛 頂多宣告破產 然後銀行的錢收不回來 這才是銀行要擔心的事情 那銀行如果破產 或者是發生危機 那銀行的股票就會跌下來 也有可能會變幣值 所以建商跟銀行的關係是很微妙的 房價印著陸 這個議題 房價你們的印著陸 房價印著陸的意思就是說 大底 像飛機一樣 突然之間 那個下降的時候呢 在跑道上 著陸 印著陸 這飛機就壞了 就是大跌的意思 那房價能不能印著陸呢 為什麼銀行跟建商會倒呢 會引起金層風暴 會陷入恐慌呢 這是政府所擔心的事情 如果房價往下突然之間往下跌的話 那建商就建房子 他的成本就不符 他就沒有多餘的資金 就不賺錢 那就 就沒有收入嘛 所以建商就會倒閉 建商一倒閉 銀行就會跟著倒閉 因為銀行只有最多他的資產 債信 那如果銀行出問題 政府也出問題 人民就會厭惡政府 政府就會被換掉 然後再重來一個循環 餘屋量高 建造核發量高 使用執照核發量高 餘屋量高 就是說現在 全台灣的餘屋 大約有8萬戶 也是很高的 那建造核發量高的話 新房子建造的數字大概是 6.7萬戶 6.79萬戶 也是很高的 然後使用執照核發量也是 5.45萬戶 也是最幾 10年來最高的 這三個高的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 其實供給量是滿重 因為每年都有這麼多戶 15 超過20萬戶 15到20萬戶的房清房子 或者是空屋這樣子 但是為什麼房價一直降不下來呢 其實就是因為政府他一直用寬鬆的資金 撐住房子 讓建商可以一直蓋 蓋房子 有錢就可以蓋房子了 那蓋了房子之後呢 如果賣不出去那建商垮了 建商垮了之後 銀行只有建商最多債信 那銀行也會垮 那銀行跟受險公司 是一個一個體系的 所以受險公司垮 所以受險公司垮 所以很大金融風暴 所以政府 不可能讓 房子 出問題 所以即使是供給量爆買 但是房價還是沒辦法下跌 就是這個原因 然後我們來看看建物所有權 第一次轉移登記的統計 這一次是說呢 就是說最近十年了 就是房屋買賣數越來越低 為什麼會這樣呢 因為很多的人都有新屋清潔 就是他非要新的屋子 新建案他不住 他不想要住二手 或者是舊屋 可能會漏水啊 或者是 他地震一來撐不住 等等這種原因 他不想要住新房子 他不想要住舊房子 所以新房子 很多人大家都只想要買新房子 住新房子 就變成房價也跌不下來 也是這個原因 因為大家都要住新房子 沒有人要很少人要住舊房子 如果價格一樣的話 對不對 所以這次近十年來 房價房屋轉移的次數降最低 在1992年到93年95年 這邊是最高的 大概有40多萬戶轉移 但最近只剩下四分之一了 所以其實房市是降溫的 但是房價卻沒有降下來 當然還有一個原因就是說 為什麼房價降不下來 其實跟一個人際素緣有關係的 因為現在呢 一個家 家庭 住的人越來越少 比如說以前都是跟 爸爸媽媽外公外婆一起住 所以一家可能五六個人住一戶 但現在人際越來越疏遠 誰要跟自己的爸爸媽媽住 很多女生婚前就跟男友講好 就是婚後他不跟公婆一起住 或者是 或者是不跟 就是家人都不住在一起 所以這也是造成了 我們那個房屋的需求量大增 因為本來是五六個人住一戶 現在是要變兩個人住一戶 所以房屋的需求量也增加了 這也是房價一直跌 你會看到 第一名呢 是土耳其 長得最多 土耳其 紐西蘭長得10% 其實也還好吧 沒有到 沒有到20% 30% 就是長10% 這樣子 然後台灣 台灣是跌了10% 所以就跟之前同據的差不多 台灣跌10% 但是 也不能讓他大跌 大跌的話政府 建商收害 政府就收 銀行收害 政府就收害 那我們來看看 台灣在來訪全球房價指數是 是怎麼樣的 就是說台灣的房市是蠻冷的 大概是55名 那最熱的是紐西蘭 加拿大 德國 這些 台灣是很冷的 房市是很冷 網友他們在說 就說 央行如果 生息的話 那就會導致建商 借款成本大增 所以他央行 然後人民也不願意買房子 所以央行就是 沒有生息 讓大家有 有低利可以去建房租買房子 那 政府不願意提高 空屋稅 如果政府提高空屋稅的話 那建商 或者是個人嘛 他就想要趕快賣房子 因為他有太多空屋的話 那稅會很高 那政府不願意 不願意提高空屋稅 所以就 大家就是在囤房 因為空房比起 持有 不會差太多錢 你持有一個房子 你不用繳太多稅 當然大家就繼續持有 對不對 我們來看 政府跟 建商的關係 就是說如果政府今天想要打房的話 建商可能就會請立委來關 關照一下 去遊說一下 那我們來看一下持有房屋 比數前十年的立委 蠻多 這蠻厲害的 有一個人可以有這麼多房子 買房子如果在市區要給到 一般年輕的買得起 買得起的房子的話 他可能就是要慢慢的 因為不太可能 為什麼呢 我們來看一下下面這張表 就是台灣前 台灣房價前十名城 是大安區最貴 大概是一百二十五萬台幣 這太誇張了 一瓶就一百二十五萬 十瓶的話一千兩百萬 這平均很三千萬 台北市的房價是很 因為一瓶到六七十 到一百多萬 很誇張 那上海也是喔 上海 中國的話是上海 在靜安區是最高的 乘以4.5的話 也將近五十 快差不多五十幾萬台幣 也是很高的 但是台北市更高 台北市一百二十五萬 這是另外的user他講的 他講說 因為利率太低了嘛 政府一直 一直 允許銀行低利率嘛 所以就錢 錢太多了 大家錢的錢 利率太低錢 大家就去借錢 錢太多了 那錢就一直變保 物價通膨 然後原物料不斷上漲 因為大家都有錢買東西 所以 人工 比如說現在最近 薪資上漲 成本增加 商人就要提高售價 所以物價就會提高 當然還有一點 就是說 建商的工作 是屬於那種初衷 年輕人比較不喜歡做 所以建房子的人 越來越少 人工也會越來越高 所以物價就會一直升高 我們來看看 雖然說台北市的物價 跟房價都是很高 但是去年還是有降一點點 台北市降了大概10% 這樣 平均房價大概降了10% 12% 12.1% 這邊有個網友 他指出了一個 一個道理 就是說 他說房郊區的價格較便宜 大家都喜歡 但是大家都喜歡去熱鬧方面的地方居住 所以呢 市場便利商店 學區公園 美食街區 越多越好 所以即使是少紫化 依舊很多人想要去住那種熱門的地區 所以房價就低不下 那我們來看看台北市的房價 最高的 平均最高就是宋山區 剛才有講過大安區 是最高 大安區是最高的 對 86平均是86 最近南港也是漲很多 南港雖然平均比較低 56萬 但是也是漲了 16.6 你看到這個平均是56萬一坪 也就是說一個月薪3萬的人 要快將近20年才買得起一坪地 但通常不會有人賣一坪地 就是10坪到20坪以上 所以其實台北市的房價低不下來 一般人根本買不起 年輕人買不起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另外一個user 他有回答這個問題 他講說 其實房子是有壽命 他大概是等於人的壽命 就是70、80、90年的老屋這樣子 所以超過90年的老屋其實不太可以住人 也就是說如果建商一直蓋一直蓋 只要他蓋的速度比較大於人口出生率 那房價就會有支撐 也就是說房子不會越來越多 因為有些房子會變老變舊 比較不會有人要住 所以只要建商一直蓋 他的房子永遠都供不去 因為大家都要新屋嘛對不對 對不對 我們來總結一下呢 就是說 為什麼房價低不下去呢 原因就是有前面提到新屋情節 大家都要住新屋 銀行的利率太低嘛 建商貸款太容易了 所以 一直建一直建 他不用擔心沒有人買 因為沒有人買他可以 前面有提到就是說 他可以囤著 然後又可以再用這些囤貨 賣不出去的房子 再跟銀行貸款 所以他錢會就是一直 不會短缺 因為銀行利率太低 那第三個房價下不來的原因 就是人際疏遠 現在以前每戶呢 大概五六人 五六人 現在只剩下兩人 那房子的供需求就越來越大 所以就 所以房價也很難低得下 蓋的速度小於人口出生率 對不對 就這樣講到就是說 房子會 會變的壽命大概跟人是一樣的 七十到八十九十年都可能 老屋沒有了什麼人要住 因為可能漏水 或地震就慘 裂開 還要維護了成本 所以大家都要住新屋 所以只要 只要人口出生率 那個大於 建商蓋的速度 那這樣的建商 他蓋的房子永遠都供不依求 房價就跌不下了 那第五個原因就是說呢 有錢人寧願慢慢賣房 或者是出租也不願意降價 因為政府沒有空屋稅 就房屋稅地價稅 所以並不會很高 那有錢人當然就願意放著 不要去買 又不急 又假如稅又不多 對不對 所以 房價永遠都下不來 那這需要政府的破例 但我們知道政府對這個 他如果得罪了 這些有錢人 就等於得罪了自己的選票 那這些有錢人跟政商關係都很好 銀行 立委什麼 一大堆 關係的 他不願意 政府絕對不可能 願意去得罪這些有錢人 所以 房價就很難下去 因為政府不願意 提出措施嘛 所以這 五點呢 就是目前 房價下不來的原因 意思的快樂就是買房買車 為什麼這樣講 的確 因為買一個房子 20年不吃不喝 25年不吃不喝 買一輛車子 也是 買了之後 就馬上一多地就貶值了 但是 大家都要考慮一個後果 就是你要繳貸款 繳不玩 因為20年都要繳貸款 那是很痛苦的一個枷鎖這樣子 所以意思的快樂就是買房買車 所以意思的快樂就是買房買車 跟大家講一件事就是 看 這是 最近 最近 去跟銀行提款 鎖的只剩下 餘額只剩下54塊 但一個台灣人 像我這種年紀的人 只剩下54塊錢 怎麼有錢買房呢 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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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